中东局势依旧波绝云轨 前些日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的频频示好 让吃瓜群众们仿佛嗅到了一丝和解的味道 不过这种大好局面还没维持住三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 让中东的火药味再次被点燃 此时此刻 美国的航母和轰炸机正在伊朗家门口虎视眈眈 以伊朗目前的军事实力 自那一幕三分 好说 更别谈主动出击了 不过作为伊朗扶持多年的小弟 盘踞夜门多年的胡赛武装 可不会顾及这么多 直接把怒火宣泄在了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沙特身上 第一袭击发生在本月9日 胡赛武装利用无人机 出人意料发动了反击 并且一举攻入沙乌地阿拉伯及战士境内 距离其前锋部队的国际机场 只有一步之遥 胡赛武装通过其控制的马拉西电视台表示 其打击目标是位于机库内的战略装备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 沙特方面对此保持住高度的沉默 而胡赛武装却像打了鸡血一样 马不停蹄的于10日发动了第二次袭击 这次袭击的主力同样也是无人机 而攻击目标则是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地区 靠近夜门边境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 虽然两次袭击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大规模的损失 但估计也让沙特吓出了一身冷汗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切并不是胡赛武装意气用事 上月中旬 胡赛武装曾对对沙特的石油管道发动袭击 并造成两个石油泵严重受损 在行动成功之后 胡赛武装表示 这将是一个开始 他们打算再对沙特以及其领过阿联酋的三百个战略目标进行打击 对于美国来讲 现在的形势就比较的尴尬了 虽然伊朗现在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但盟友却在自己的地盘被人家暴打 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策划一场代理人战争的绝佳帮手 五角大楼可谓是将大批大批的先进武器往利亚得送 但没想到 这批王业军如此不堪大用 不得不说 胡赛武装这一记唯唯旧照 用的却是非常巧妙 毕竟自己的航母轰炸机都在 袖手旁观 肯定是不可能 只能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帮助自己这个焦头烂额的小弟 而这样一来 不仅美国这所谓的铁桶合围 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 也能大大减轻伊朗所面对的巨大军事压力 注文章 关注我们 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